9月16号,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举行中央汇港青年措施宣讲会,推出八项针对型措施,涵盖求学、就业、创业、实习等各方面,以促进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一是拓宽了项目的对象,为年满18周岁的在读或者毕业离校不到两年的香港青年,以及内地高校的香港籍学生。 二是扩大了实习规模,计划五年内为香港青年提供一万个实习岗位。 三是丰富了岗位种类,实习岗位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中央金融单位,以及各行业知名企业,几乎涵盖文、商、理、工、农、医等各个专业门类。 通过邀请香港青少年来内地学校、企业、社区、乡村、一线开展社会实践、文化交流等活动, 促进内地与香港青年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身体交融,帮助香港青少年开拓事业、增长见识、历练成长。 该项目主要面向14至35岁香港青少年,计划在五年内为香港青少年提供两万个赴内地的交流机会。 据悉,八项措施还包括千校万港全国大学生就业服务香港青年专项行动,实施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项目支持计划港澳专项活动, 为香港大学生开放申请中国电信奖学金渠道,在全国性青年科创赛事中优化拓宽香港赛道, 开放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钟南山青年科技创新奖等荣誉奖励香港青年的申请渠道,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服务阵地等。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秘书长刘爱萍以视频形式致辞时表示, 希望香港青年能够用好这些措施,积极参与并带动身边朋友, 共同参与到各个项目的策划和实施之中, 助力拓宽香港青年到内地发展。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青年工作部部长张志华表示, 系列汇港青年措施是中央送来的大礼包, 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青年的关怀和厚爱, 希望特区政府给予更多的配套措施, 拿出更多的资源,支持中央汇港措施落地见效。 香港青年联会作为中央汇港青年措施的落地承接组织, 要立即行动起来,主动对接有关方面资源, 把实招落实,把好事办好。 所有线上和现场的青年朋友们, 也希望大家当好义务宣传员, 把这些好消息广泛传播, 争取汇集更多的香港青年。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感谢中央政府对特区政府的支持, 也寄予香港青年要珍惜中央特别为他们推出的这些措施, 抓紧机遇,做好准备。 希望将来,香港青年更无需抓紧国家的发展, 特别是大湾区所带来的庞大机遇, 在一国两制的原则底下, 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 成为有大局思维的国民, 为我们国家, 为香港更好的长远发展而努力。 特区政府将会与青年发展委员会青年人和社会各界继续齐心协力, 创造有利于青年成就人生梦想的一个社会的环境。 当日活动还设置了分享及问答互动环节, 邀请大专院校校长、创业青年代表、 就业青年代表及全国青年委员参与, 围绕各项会港措施, 如何支援在港青年加入国家发展蓝图等问题, 展开宣讲和讨论。